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看 满意不满意 这个房子不错 还有更不错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局长 这个唐连长可能落在梁桐的手里了 如果他招供的话 可能会对我们不利啊 两桶一根 弄出来的公司 不用怕 唐连长和那个威武汤 在一条线上 唐主的嘴很硬 什么都没找 无所谓 唐连长抓到固然好 抓不到 也没什么了 银定回不来 什么都白说 找个替罪羊的事情 谁信呢 军政部的黑锅 我没有银定 解不了头 运送银定 还有其他人吗 都死了 这 就是我一个人 你这儿 还有别的证据 没有 不然 拜托 你 你好好的养伤 这个事情我们会处理 真没想到这帮人 事情做得这么绝 死了这么多人 我就是想不通 你说他们杀了人 拿了银锭 为什么还要嫁祸给你呢 以前在行动队没见过呀 既然是没少见 但也没见过他们这样的 至少我们是在 为党国做事情 他们呢 你呀 真应该为你的前途 好好想想 将军 您说的事 特不是愿意干 不瞒您说 我早就不想干了 每天都在刀架上讨生活 传出去也不好听 还是跟着您好 你现在是想明白了 舍得离开你的行动队了 将军 这小鬼子现在也完蛋了 我该报的仇也报了 也该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一下 我现在还真要找一个副官 真的啊 小女儿 您救过我两次 我这条命就是您的 您说什么是什么 唐连长的证词说明了一切 但没有其他人证 更不知道您定的去向 您知道吗 梁同这时非常能体会吴梦祥的意思 银定的去向才是最关键的 银定到底去了哪里 梁同只能创造一个机会 也就是一个既成事实的机会 梁将军 来 老科 我来 老科 吴梦相将军 昨天练野就走了 是 他急着回去商人 八十六军安已经安排好了 他们很快就能到青道 山东的局势让我们很担忧 相信吴梦相将军能七开得胜 我来说 能跟我说说你和梅兰妮 在美国的情况吗 想听听 俺失败的恋爱诗 你不是很喜欢倾诉吗 俺就是一个话唠 但 上次你提醒俺 俺就不敢再乱说了 当然 梁将军例外 你不敢再乱说 米兰妮的心里又一个人 米兰妮一直昏迷了很多天 阿曼是在她昏迷中 把她带到了美国 终于又一天 她醒了 手术后 米兰妮的机翼出现了问题 之前的事情 很多都记不起来了 你醒了 医生 快点 她醒了 她醒了 把你放开我 我洗你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知道 我哪有什么 是 你到底是谁 知道米莱妮在论敦出了事 她的丈夫撕了 她的丈夫撕了 米莱妮跟俺打电话说 她想重新找到自己的记忆 人失去记忆 真的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 难以相向的痛苦 老板 等会儿 撕出来 好 请她酿 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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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光临这里 难得 多日不见妻子还这么好 羡慕啊 给你介绍一遍 这位是周将军 周将军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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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总 这位是周将军的女儿 也是我的干闺女儿 周小姐真是美丽动人 幸会 幸会啊 大家请坐 请坐啊 好 来来来 请请请 请坐 来 周小姐 潘总 这些照片 是不是就是你要找的啊 这就是南京那家姓杨的照片 对 我刚从南京来 把这个给你带过来 这下我倒省事了 还真找到了 看 这些照片有啥之用啊 这我不能说 潘总 把我这么一次 告诉我她听听 到底派什么用场 行 反正呢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我是帮赵恒轩赵特派人找的 走很悬 要这些照片做啥子 我真的不知道 钟将军 好了好了 今天晚上我们只谈风月好不好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来 三叔 喝酒 来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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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南京上海的大局已定 国民政府应该考虑 还都南京的事吧 早就已经在准备了 你想想 这么大一摊子 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啊 我这儿得了很多不好的消息 乱得很啊 街首乱 局势乱 要不了多久 我看金龙也要乱了 乱 恐怕是暂时的吧 是暂时的就好了 最令我头疼的还是一会儿的欢迎会 不知道有多少令人难堪的问题 等给我去回答的 唐连长没有任何人证物证 告赵宏轩很可能被再次灭口 军政部已经被继承实实了 那就需要另一种继承实实 梁同做了一番思考 决定公开赵宏轩和银定传案子 脱不开关系 让调查摆脱曾光细的控制 而今天就是最重要的一天 走 睡着了 等科长官的欢迎会时间也有点太长了 快结束了 都是些没法回答的问题 实在听不下去了 就先回来了 这帮人 真够为难何长官的 也不算为难 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上海工商界代表 想拿回 他们被日本人霸占的产业 但这些产业 现在都成了逆业了 而且大部分逆业 不是被中央政府接收的 那你说怎么办 找中央政府也拿不回来啊 还有那个什么 马上要实行的 法币和中处件兑换问题 何长官还是回答不了 只能向上面请示 财产隐匿不报 拒不移交的很多 不交 何长官这次来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到时候我看 他们谁敢不交 陈正 我先出去一下 别走太远 何长官随时回到 是 这俩在一块儿 没什么好事 说吧 唐连长藏身的地方找到了 经过排查 我们锁定了一家旗袍店 守了几天 发现了一个秘密的诊所 是三叔干的 就是他 旗袍店就是他的产业 这个老东西 我就觉得他有点可疑嘛 这两天我故意跟他走得很近 这老家伙的户里边 终于露出来了 那就动手了 立刻动手 包括旗袍店 所有的人 一个活活都不用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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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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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兄弟们给大家伙送出来 是吧 你一会儿就送过来 都约回去 都约回去 好 走吧 走吧 外面带个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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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安全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好 不能有半点差池 对 还让你放心吧 船长 那我进去盯着他 去吧 好 先把东西搬下来 好 来 绕合学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长官 这 这 先生 这 这 仓库钥匙上哪儿去了 这怎么找不着了呢 是 昨天管家给我们的仓库的钥匙 一下子找不着了 你快找啊 走 找到了 找到了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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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 走了 那 两位长官的车客到了 好 这样 你们都在这儿老实待着 别大叔乱跑进店了 好好好 长官放心 长官放心 王arius 快 快快 快快 快下车 扮东西啊 快 抓到了没有 糟了 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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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臣 齐手 就会开一个多时 这种计划很笔 图身 存在 在今万姐会认为我们过河拆桥 南京上海一到手 华东一稳定 我们就搞秋后算账 哎 你去跟弟兄们说一声 让他们准备好了 等我的消息 好 见机器事 这些汉田对我们的接收工作 还是出了不少力的吧 你看看你这擦的 你的队 都听好了 今天可是唯一的机会 咱们报仇是时候到了 来 给你介绍我出去 来 过过盘子 对 来 来 报仇 陪钱 给他 报仇 再给我一个 来 来 您一个 好 待会儿 看唐天长的 你其实另行事 只要我们四个人 把赵恒轩给控制住了 那罗汤 就会把梁将军引过来 把事情当面给闹打 那信赵的混蛋 就再也不能搞暗杀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们几个在这儿嘀嘀咕咕地干什么呢 你 你 过来 往前人靠 傅宇东 手傅宇东 往后退 往后退 快退 阙是 我 我 还没做 对 是 你 她 你 让我 我 我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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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 打 你还玩枪 保险都没开 赵恢勋 来 唐淑斌 别动 你胆子够大的呀 我会开枪的 我知道你不敢开枪 我会开枪的 把枪给我 你别过来 我让你不死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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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恢勋 你杀了我是个兄弟 我今天来打死你 我打死你 把枪放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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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不动 就想把枪放药 焯烤 落了 就是他 就是他拿的银定 我的十根历史 就是他杀的 就是他 就是他 赵恢勋 赵恢勋就是他赵恢勋 我说八大我打死你 我叫枪放药 放药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我的话你听不懂吗 好 老三 来了 带哥路 皇后起炮殿完了 啥子玩了 一个都没事 全都被他们干掉了 连诊所都被断了 小不小这次哪个干的 我一个进了 往这儿打电话 没人接听 我就赶来看了 一个活口都没留啊 咋不会被发现呢 这样 老魁 您呢 赶紧通知小童子 让他小心 我就在老师们 等你的消息 有点 有点 那你要小心哦 走了 好 走 长官 我说的都是实话 绝对 绝对没有半 半句血言 长官 你再记录一下 我可以拿我 拿我老婆 还有孩子的刑警担保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 都是实话呀 金木机的公书 赵洪轩偷换银钉 杀人灭口 打批是什么人 是知故警官 这人现在在哪里 正在喀丫救治中 这人是否接触过引力 接触过 是他和梁栋将军发现的 向我回国国 是这样 那为什么我所知道的 银定丢舍案中 没有这个人的名字 赵宏玄是负责追查 银定丢舍案的 何老总 是否找陆军司令部 军法处审查赵宏玄 这样好 可以让光熙闭下嫌疑 你的意见呢 二与长官替支部着想 直部万分感激 只不过 唐某人的证词 还需要调查认定 我们必须先找到银定 局长 放什么话 点规矩都没有 局长 超选不见了 不见了和逃跑了 性质是不同的 你说清楚 回长官 赵宏玄开了辆车 逃跑了 你刚才说 砍压救治 是吗 你下去吧 是 备知识之 那么赵宏玄带伤逃跑 你如何定性啊 为罪潜逃 那唐某的口供是否属实呢 应该属实 我西南子弟兵 自从抗战以来 几乎是无意不语 浴血战场 付出的牺牲 居全国之首 西南百姓都是吃苦耐劳 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 连棺材板都拿出来了 现在好 抗战胜利了 就有人 要往我们西南子弟兵 身上泼脏水 我不同意 这件事情要查 而且要延查 否则怎么对得起 西南子弟兵 对得起西南的百姓啊 赵某必定要延查 光熙 你系统内部出现奸命 贼喊作贼 吾王将领 你难辞其咎 是 卑职 失职 捉拿赵某和追回国家财产 你责无庞贷 是 这件事情 我也会向蒋校长汇报 接受之初 风气整肃尤为重要 凡事 向要假借国家之名 图一己之利者杀无赦 何老总的说法我赞同 是 是 这一刻赵恒轩想到的 就是赶快离开人 他知道自己报夥了 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他怎么对付唐连长的 就会有人怎么对付他 尹定传的真相 是不允许被评语的 为了活命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逃跑 逃跑 真的 真的 君总 君总 你答的 你怎么知道 你我 我 你就算了个车 车说 君总 他伤得很严重 谁 谁 没想到他竟然跑了 再说 上边也没有明确 只是看守其变 他是怎么离开的 我问我说我病了 没感情 估计是爬墙跑了 曾光熙没弄明白 梁桐是怎么让唐连长出现的 而且出现在 何印清顾铸桐所在的场合 这是巧合吗 曾光熙从不相信巧合 他越想就越觉得梁桐的可怕 但现在他顾不上梁桐了 为了保住自己 他要戴罪立功 抓捕汉奸 你们是从哪儿拿到的这些照片 从杨老师家南京的老房子里 早很炫耀这些照片 他要这些照片做啥子 他人已经跑了 跑了 他干啥跑了呀 赵恒轩跑了 那就说明银定船一定是他干的 是 他可是个好人 他不会出啥事了吧 他跑了 会做啥子 是 亏叔 马上给三叔打个电话 喂 你好 三叔啊 在 我去请他接电话 最后发现了 不是 就是 是 才是 这 是 不行 这儿找开 玩得开心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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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三叔他不会有事吧 他是个老江湖 应该能够躲过这一劫力 兄弟 打个楼 小兄弟 这是打个楼 都场老板被人枪杀了 什么 都场老板被人枪杀了 爹 爹 拿开 鞋子 老三 兄弟啊 兄弟 老三啊 兄弟 朱匹 那你 能不能等我洗完澡再说啊 这里很私密啊 我觉得挺好的 还是要活着呢 那就说吧 看来这里是挺安全的 不过是暂时的 被冲击了 你消息挺临终的呀 在上海 现在 虽然我现在说不上话了 但消息还是灵通的 我要见曾光夕 很好办啊 他也在找您呢 我只见他一个人 其他的人 我一个都不见 这我说了不算 您定传的具象说了算